我再次跟你表個態 只要查出來小木有觸犯刑律的事實 那麼該判的是什麼就判的是什麼 我絕無二話 老書記 你先別急 我相信公安機關會認真查出這一案件的 餵 是我 陳主任 是我 大富豪娛樂城發生大火 什麼 大富豪娛樂城發生大火 是的 陳主任 解放路44號大富豪娛樂城發生特大火災 現場一片混亂 傷亡十分嚴重 好 那你趕快派個車來 我要到現場去 好 快點啊 我馬上過去 老書記 不用派車了 我車就在門口 我送你啊 走 明天上午 省委那個辦公會你準備好了沒有 我給辦公廳打過電話了 白主任說全安排好了 好 南平市的那個材料你準備一下 明天辦公會議上我要用 我回去加個班也就是了 王省長 在南平河川口跑一天了 打個盹吧 好吧 那你也抓緊時間密一會兒吧 情況好像很緊急 市政府的值班是嗎 我陳漢傑 我問你 秘書長呢 到現場了 那他要找我你告訴他 我正往現場趕呢 唐書記 有急事 我今天的態度 也是市委 我正在向唐書記回報 市政府的態度 什麼事 唐書記 大富豪娛樂城著火了 什麼 情況相當嚴重 消防隊到了嗎 消防車開不進去 四百多人被困在火場 加上大富豪娛樂城又重新裝修過 有毒氣體四處瀰漫 恐怕 好了 馬上去現場 撤搖 走 陈主任 现场情况很糟糕 火势很大 根本无法控制 目前情况估计后果极为严重 解放路口道路狭窄 消防车过不来 大家伙都在做准备工作 目前已经就近 接通了我们的消防栓了 无论如何救人 不惜一切代价救人 能救几个救几个 是啦是 陈初定 我们已经这么做了 正千方百级的救人 第一批伤员和死担者 已经抢出来了 我凑凑数了一下 超过一百人了 伙程还没有控制住啊 快 那边 快 可不能再添乱了 千万少似惊人哪 现在要是下场大雨该多好啊 什么 什么 大点事 什么事小段 王省长 省政府办公厅来了电话 说常山大富豪娱乐城发生特大火灾 据刚才常山的汇报说 死亡的人数已经 已经达到八十八人了 快点快点快 三级啊 喂 王省长 您看怎么办啊 刘省长正在北京开经济工作会议 赵培军书记前天要率党政代表团 到上海考察去了 不要解释了 说情况快说 是 根据长山方面报告 大富豪招呼以后呢 消防队很快就赶过去了 但是他们门口 有很多的围装剑 消防车根本就进不去 火势越烧越大 现在正在组织抢救 伤亡人数啊 可能已经达到一百多人了 停车 停车 小弹 马上给我接通 刘省长跟裴军书记 是 喂 国庆王 你听我说啊 不管什么原因 火灾已经发生了 啊 调查呢 是不可避免的 你现在马上赶到现场 马上收集固定的 啊 现场证据 你很清楚 在这种混乱的时候 很容易出现 证据一味坏味的现象 雷军书记 我明白了 我立刻代表省委省政府 去处理这个事 马上就去 另外 刘省长的意见 是要按照重大事故 商报规定 这件事 对马上 向中央有关部门 如实汇报 不能隐瞒 好 那我就如实商报了 好的 掉头 回长山 傅主 快点 快点 然ně 老夫妻 老夫妻 是 王省长 我知道 我现在正在赶往现场 要采取有利措施 尽量把伤亡和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是的 立个讽创现场 在火灾真相没有查明之前 有关报道不得见报 王省长 就是不见报恐怕也瞒不住 早就家喻户晓了 所以才更要注意维护社会稳定 更要注意做好市民和群众的工作 事情既然已经出了 就要冷静 要正确对待 我明白 王省长 现在现场情况还不太清楚 等把情侯弄清楚了 我向您汇报 这么多人把命都送掉了 现在什么情况你都不知道 你是干什么吃的 你这个市委书记是怎么当的 我问你 这把火烧起来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 在干什么 说 王省长 起火的时候 我正在南四矿开解控会 几万民矿工下扛的问题必须解决啊 要不然工人们会到省城去闹的 唐书记 我们这人全到啊 正流啊 赶紧 把消防支队张军长叫到这儿来 是 马上 张军队 张军队在哪儿了 王省长 您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马上到超山市区站了 好 加速 站住 长安同志啊 你不要说了 我有书 正因为知道煤矿事业工人的情绪比较激烈 我和省委才担心 担心这把火一烧 会烧出新麻烦来 行了 我马上就到 见面再说 好 我知道了 好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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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nsom 证实 非常 任职人 快 危 不知道傷亡的人數 距離不清楚 估計得一百個以上嗎 知道了 去吧 是 鄭良 王省長馬上要進長山了 摘輛車把王省長帶到這了 明白 千萬不要忽略 消防車被堵的事實 經驗告訴我 這個事實將來 會成為獨職立案的 一條重要線索 我馬上對消防車被阻的現場情況 進行錄像拍照 在不影響救火的前提下 儘可能的多收集一些原始證據 這整個把這就都給堵死 王省長您來了 王省長 鄭良 現在什麼情況 你開 葉姐 咱們這位女檢察長怎麼也來了 是被通知的嗎 沒有 葉姐和陳漢傑比我都提前早到一步 葉姐 怎麼王省長也這麼快來了 馬上行動辦 那我們趕緊走吧 走 王省長 我得給你匯報 你說的檢察院幹的叫什麼事啊 完全成了陳漢傑手中的槍了 陳漢傑說什麼他們就幹什麼 今天接到陳漢傑的指示 把我們中樓分局副局長抓了 弄得我們分局的同志很有意見 說這個幹什麼 說這個情況 怎麼回事 這裡的情況糟得很 雖然接到了報警的消息以後 消防隊都來了 可是大夥還是著了 你看 戰鬥的面部把道路全給堵了 你看看 你看看 這片違章建築 簡直無大事了嗎 你看 這麼多救火車都進不去嗎 限拆都來不及啊 你看看這片違章建篆啊 王省長 我工作沒做好 不是 你你你你你這違章是怎麼回事啊 我做市長的時候就已經有指示了吧 那這這這這這這兩年了 怎麼就這麼不執行了 母屁的那個早拆掉了 你看看 這是半年錢才幹什麼 是啊 王省長 陳主任不說我還不知道 這些建築物都是新的 有令不止 防部生法嗎 這些人啊 膽子太大了 那你就把這些人全都握抓起來嘛 看看誰還敢 王省長 這個指示 我們一定貫穿執行的 正流 到 你去 馬上調一些铲車 推土機 拿來把它推平了 是 燕姐 燕姐 你過來行 好 老書記 您找我 你抓緊時間把這些拍下來 把範圍擴大一下 好 好 你好 你好 小段 接趙書記 燕姐 好 老陳 我們這位檢察長非常敏銳 很好 我們在這種關鍵事項 需要的就是擁有 你身為一個檢察長 你有你的職責 我們不會干涉 但是在這種緊急情況下 救人救火 第一位 是是是 我已經跟我們的同志們都交代過了 好 紫禁同志 要注意保密 不論現場發現什麼重要線索 沒有省委、市委的通知 一律不得對外宣布 是 是的 我們是有紀律的 朝陽說得對 這麼大一場事故 我們一定要有全局觀念 是 北京書記 是 我已經到了現場 救援行動正在進行 明白 人民的生命重於泰山 火事現在初步已經得到控制 張支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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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管我 快去救人哪 好 就這樣 會議地點也要我來盯 你們決定吧 唐初見 現在的死亡人數是121人 這樣 我看這樣 讓全城的醫生護士 不管他是哪個科的 都能從醫院裡趕來搶救病人 好 馬上把陳主任的指示 通知各個醫院 馬上 好 滅了 滅了 那個小段 打電話給趙書記 跟劉書長 說火事已經盡目控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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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陽 馬上公安局調查起火原因 裴軍書記跟劉生長在等我們的匯報 我看過了 查公同志 公安局副局長武成義已經開始調查了 這把火是怎麼燒起來的 現在很難說清楚 反正 說什麼的都有 都有些什麼說法 多了 什麼電線短路 還有說亂人煙頭 還有人說是故意放火 放火 反正說什麼的都有 這種說法有根據嗎 我說葉姐 這長山的情況您並不是不知道 您這麼過早的來現場 您讓領導怎麼想 五局 你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說姐姐 你不是消防隊長 您是檢察長 身份特殊引人注目 姐姐你想幹什麼 你 唯恐天下不亂 你這是什麼話 我我可不是存心跟誰過不去啊 是太巧了 我當時正在老書記家匯報工作 如果他要是有車 我肯定會按部就班的等通知啊 別說了 你們今天鬧的這出啊我知道 可把我們江局長給騎壞了 報告我決 正是鬧 葉姐您坐 您坐 您坐這兒 我們今天叫你過來 是想向你了解一些情況 正柳同志 這麼大的災難性事故 我認為檢察院有必要提前介入 這不單是陳主任的意見 也是我和市委的意見 你們公安檢查 密切配合 紫荊同志就在現場 你們先捧個頭吧 是 鄭柳啊 傳陽同志的意見我贊成 你務必要和紫荊同志好好配合 是 江局長 這場大活處理起來可能非常困難 你們一定要認真負責 是 一定認真負責 那好 好 汪市長我先走了 唐主席我走了 大富豪娛樂城 是方舟裝潢公司第三施工隊裝潢的 質量上出了不少問題 我們老闆蘇阿福就扣了施工隊 二十萬為款沒付 隊長扎鐵柱就帶在手下人 鬧了好多次 今天上午十點鐘左右 扎鐵柱又帶了一個叫流金水的管道工 和一個叫周培成的電焊工 又來要錢了 給不給 想好了嗎 這有話好好說別再鬧了 呸 你 鬧什麼鬧 還老子的血汗起來 你讓他們把手放開 你少來這套 你不放開我可就喊保安了啊 你嚇唬誰啊 老子們是破產礦工 赤腳不怕你穿鞋的 蘇老板 你說清楚 這二十萬工程為款 今天你到底給不給 我不是不給你們啊 你們得等幹完活我再給你們嘛 你 嘿 你瞧錢頭 你在給我點著了 小心失火 失火 再不給錢 小心老子放火 燒了你狗日的娛樂城 炸鐵柱他們是不是真的放了火 我不知道 我只聽說 當晚炸鐵柱他們又過來了 在我們娛樂城前庭燒電焊 後來火就燒起來了 炸鐵柱燒電焊 誰看到了 前庭當辦的都知道 炸鐵柱燒電焊的事情我知道 炸鐵柱那天晚上好像是八點都中來的 我聽 我聽著臉 骂骂咧咧的 一副很兇的樣子 我也沒敢多問 他也沒說什麼 後來我就不知道了 黃主席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出什麼大事了 初步估計啊 死了一百五十人 傷了三十八個 其中消防隊的官兵大概有十六個 消防武警有沒有犧牲的從事 目前沒有 那個張支隊長還有兩個官兵傷情很嚴重 炸鐵 記住 一定要慰問一下消防武警的官兵嗎 好 王府省長 根據五成一的電話匯報 很有可能是報復放火 是吧 我們先到市委 開事故通報會吧 走吧 好 不可能是放火 第三施工隊跟大富豪娛樂城的室友兇分 那不錯 那也不至於這麼報復吧 再說了 那個扎鐵柱根本沒這個檔 據我所知啊 情況是這樣的 蘇阿福太霸道了 今天沒聽完我的話 就喊保安趕我們走 還打了我和周培成 這就是說 扎鐵柱罪不慎引起了失火 是不是 是 是啊 他電話裡頭就這麼說的 那扎鐵柱和他手下的人 當真不會報復放火 他手下的人你也敢保證 我敢保證 書記 您在南二礦也做過黨委書記 而且扎鐵柱這個人您也了解 那天去燒電焊的時候 只有扎鐵柱一個人 他放什麼火呀 那好 你馬上給扎鐵柱打個電話 讓他去說清楚 喂 您好 嗨 你說吧 喂 您好 那麼死者的身份 是不是從死者的BB機和手機上搞得好 是的 死者的親屬進不了緊接線 正好打呼機聯繫 這下麻煩大了 一把火燒死這麼多人 驚動了長宮生長 夠咱們合一壺的了 何止啊 不僅是驚動了王生長 而且驚動了中央 很可能驚動全國呀 是啊 唐書記和陳漢記的臉都鐵青了 這不還要連一開緊急會議呢 葉劫 扎鐵柱 跟我們走吧 我正要去自首 放火是火 先不說 讓武局長他們去查嘛 不過我倒是注意到了 非常嚴重的獨職問題 消防法規 蘇阿福是怎麼執行的呀 那些戰道的門面房是怎麼回事啊 都誰家的呀 是不是蘇阿福的 是誰批准蓋的呀 如果不是消防通道被堵的話 傷亡不會這麼嚴重啊 我同意你的看法 這裡面一定存在嚴重的獨職問題 就算有人故意放火 這獨職這一條也逃不掉 葉劫 我初步的了解一下 門面房是蘇阿福半年前蓋的 現在全部租出去 是不是有哪個單位批過 現在還不清楚 最起碼 中樓區城管委有責任 另外 大富豪娛樂城 沒有營業執照和許可證 也沒有消防檢查合格證 基本上可以斷定是違法經營 蘇阿福的膽子怎麼這麼大啊 我知道我這回工作失誤闖下大禍了 李總剛給我來電話 我準備投案自首 你們看 換洗的衣服牙刷和毛巾 我都準備了 家底柱 我們不問你的事 你用不著啰嗦 是 武局長 那你問吧 問啥我說啥 那你是怎麼失誤的 這場大禍 你又是怎麼闖下的 或是燒電汗引起的 大富豪娛樂城前廳不是有個洞嗎 我可不知道 樓下是他們娛樂城的大倉庫啊 堆了那麼多東西 他們也沒跟我說啊 這麼大的火 證照 是不是都被燒了 這種可能 不是沒有的 葉劍 將軍 不是這個情況 大火燒起來的時候 蘇阿福辦公室的門鎖著 火根本就燒不到那兒 所以這種情況 根本不可能發生 當我們仔細搜查現場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才發現 關鍵人物蘇阿福也被燒死了 你見到屍體了嗎 見到了 他在死之前呢 在陪什麼重要客人 這位大富豪一燒死 這獨職案可就難辦了 是啊 蘇阿福是個關鍵的人物 他在長山和省裡 關係都很複雜 這場大火和暴露出來的問題 估計都和他有關 當時在現場的 除了你還有誰啊 就我一個人 下午因為討要工程款 我們和蘇老闆剛吵過架啊 電焊工周培成不願意幹 誰都不願意幹了 我是施工隊長啊 又在礦上幹過幾天電焊活 也只能我來幹了 我這不是也想早點要回那 二十萬尾款啊 蘇阿福敢這麼無照經營 戰道大概 違章建築 估計涉及到的單位會很多 不知道會牽扯到哪些部門 不知道會涉及什麼人 涉及到多少人 是啊 這關鍵人物一死 許多秘密 會成為永遠的秘密了 報告將軍 有點急事 好 燕姐 那我們就說到這兒吧 我還要處理點急事 接下來就是我們公安 檢查兩家的事的 我們好好配合 及時同期吧 好 走吧 炸鐵柱 你這電焊工合不合格 有沒有電焊作業許可證啊 沒有 可我會幹哪 挺合格的 我在南二礦是救護隊長嘛 礦山救護隊是幹啥的 專門搶險的 警下冒警塌方 透水爆炸 我們都得上 作為救護隊長 啥都得會擺弄幾下 我要是沒這兩下子 當緊當忙的 就抓瞎了 那也就是說 你根本不具備 電焊作業資格 對不對 可我的電焊活 並不比有證的周胚成差呀 這大夥都知道的 炸鐵柱 你是什麼時候發現起火的 起火之後 你又做了什麼 火不是我發現的 那個洞不是讓我焊死了嗎 樓下倉庫裡的煙火 我不可能看到啊 你們想啊 我怎麼可能看到呢 是歌唱家劉燕玲告訴我的 炸鐵柱 你怎麼還焊呢 著火了 什麼 著火了 在哪 快走啊 在哪 幹嘛 來了來了來了 知道了知道了 就在樓下 劉燕玲是什麼人 你好像跟她挺熟啊 劉燕玲啊 劉燕玲是我一個 遠房親戚家的小闺女 她爹是我表哥 現在 在省城做生意 劉燕玲 一直在海南當歌唱家 什麼歌唱家 是個三培小姐 可不敢這麼說啊 劉燕玲歌唱得好著呢 是個小百零 什麼事 報 你 這就是蘇阿福 是的 夜見 我在一些公共場合見給她 你斷定就是她嗎 不會搞錯嗎 孫隊長 你們是不是搞錯了 我 我 我就在這兒唱唱歌 坐坐台 我可從來不做那種生意 對 林兒 你以為我們不知道啊 你的外號不是叫歌唱家嗎 我告訴你 我們早就盯著你了 行 我認倒楣 我認罰 你說個數吧 我叫天走人 走人 往哪兒走 你往哪兒走 對不起 走 孫隊長 走 絕不會搞錯的 我們在她褲子口袋裡 發現了一串鑰匙 全是她辦公室和她家門上的 還有她搬池車的鑰匙 她老婆也證實了 大富豪著火的時候 她就在裡面 招待北京的兩位客人 他們事先通過電話 聽劉燕玲一說啊 我才發現失火了 出大事了 我就和劉燕玲 拿著滅火去去救火 哪管用啊 又去拉三樓廁所的清潔水管充 武局長 你想啊 那麼大的火 那麼點兒的水 它不起作用啊 再說了 玻璃都快燒炸了 樓下倉庫裡的毒氣也出來了 劉燕玲捂著鼻子跑了出來 也招呼啊 快跑 來 照片錄像要嚴格保密 蘇阿福的死不能透露出去 這個問題要特別重視 如果把蘇阿福的死洩入出去 涉嫌受賄毒質的問題 就很難再查下去 他們會一推六二五 你們公安機關也要注意啊 是 葉姐 保密問題 將局已經做過指示 將局有什麼指示嗎 將局指示 暫時不把蘇阿福 列入死亡名單 對外宣傳說有生命危險 現在正在搶救 好 那就按將局的指示辦吧 那好 我們走 走 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哪 一百五十多人哪 天哪 這火可闖大了 這扎鐵柱他怎麼都不小心的呢 沒這麼簡單 現在外面都在船 說是放火呢 不可能 不可能啊 黃書記 您得找葉姐談談 大船 別著急 別著急 讓我想想 好好想想 黃書記 札鐵柱 札鐵柱他可救過您的命啊 是 是 不但救過我的命 他當救護隊長的時候 救過多少人的命啊 除了劉彥霖 還有沒有其他人出現在現場 沒有 除了我和劉彥霖 肯定沒有別人在現場 札鐵柱 你接著說 跑出來以後 劉彥霖就不見了 我呢 就打119火警電話報警 哦 對了 我還給劉彥霖打過電話 主要就是這麼個情況 都是我闖的大禍 我不來 你們該判我多少年 就多少年 我全認 孫隊長 您就少罰我兩個唄 我肯定不讓你們派出所吃虧 我多交代幾個嫖客 你們去罰那些嫖客嘛 就是大款 哼 這些事以後再說 先說一說大富豪的火 說這事啊 這這可不關我的事啊 不關你的事我們能找你嗎 給我老實交代你的犯罪事實 犯罪的不是我 是礦商那電話工紮書紮鐵柱 他是我爸爸的表弟 那火是他弄的 真的不關我的事兒 真的 你剛才說 上午和蘇阿福吵架 都吵了些啥 這我哪還記得住啊 就是向他討賬要錢唄 那你有沒有說過 要放火燒了蘇老闆的娛樂城啊 要是不給錢就放拔火 這話是不是你說的 這這不是我說的 是周培成說的 事情是這樣的 蘇老闆 你給個面子吧 原諒他 你還敢跟老子這兒炸刺兒 說服你混蛋 這 你 你他媽要把我這兒給點了你 就算我燒了你這鳥窝又怎麼了 你是大富豪 老子是沒法吃的窮人 你再不給那二十萬 小心老子放麻火 周培生 你胡說什麼你 蘇老闆 你別跟他將主一般見識 我給你賠禮道歉了 你 你 我和你賠禮他 嚴重嘻嘻 我給你賠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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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們給我拖出去 走 走 蘇老闆 走 你你可別把這降主的話當真啊 蘇老闆 你可別把這降主的話當真啊 那就說一說到底是怎麼回事 劉愛玲我告訴你 今天你的情節是相當惡劣 你知道嗎 你說大富豪那火燒成那個樣子 你竟然跑了 還跑到夜巴黎去幹那種聲音 你還有點心甘嗎 我 我没心肝 孙队长 你说 你让我咋说 我就咋说 实事求是的说 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你刚才说那伙 是扎铁柱弄起来的 他是怎么弄的 是他有意的放火 还是失火呀 把情况都给我交得清楚 情况 是这样的 今天晚上 快九点的时候 有个老板跟我打电话 让我当大富豪去陪他 我当时在夜巴里 也没什么生意 我就过去了 刚进楼口 我就闻到了一股烟味 后来到三楼一看 是三楼的仓库着火了 我当时心里挺害怕的 想逃 可是后来 我听到楼上 有滋滋滋滋滋的电焊声音 我就上去了 后来还和扎铁柱他们 一起救火了呢 快点快点 扎叔的 你怎么还汗呢 着火了 什么 越招越大了 在哪 着火了 还有没回去吗 在那呢 快点快点 快走 快快走 快点快点 这么说在场的除了扎铁柱以外 还有周培成 是 周培成是扎铁柱手下的打工仔 我认识他 那你从三楼上去的时候 发现没发现 从四楼掉下的电焊火花呢 没有 火是那么大 有我也看不见呀 也就是说 当你发现火着起来以后 那火已经烧了很久了 肯定很久了 我当时还奇怪呢 这周培成和扎铁柱 我怎么都没发现呢 那么扎铁柱会不会发现着火了 还继续让火烧下去呢 不会 不会 就火的时候 扎铁柱很主动的 这么说 周阿富真的死了 叶姐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啊 不过郭静 你说有没有这个可能吗 有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某种秘密 故意烧死苏阿富 叶姐 就算有人要对苏阿富杀人灭口 也未必采取这种极端的行为吧 也是啊 这么干呀伤害多少无辜啊 叶姐 市委叫你马上到第三会议室开会 我知道了知道了 这样吧 张姐 嗯 你们继续现场取证 好吧 尽量把工作做得细一点 不要放过任何疑点 明白 好就这样 扎铁柱 你拿不到钱 对苏阿富就没有怨分吗 当然有怨分了 说句心里话 我连杀人的心都有 苏阿富早先不过是个摆地摊的个体户 现在官商勾结全钱交易 发了 他大富豪了 我们倒好 在矿井下为国家拼了一辈子命 晚把几千块全结账回家了 苏阿富还黑着心赖我们的账 这他妈还有天理吗 喂 啊 国秀啊 对 怎么是你啊 李大富豪着火的事怎么样了 这跟你没关系 你睡觉吧 睡什么睡啊 现在李大川在咱家坐着呢 正跟我说情况呢 第三师工队队长扎铁柱被公安局带走了 还说是放火呢 我怎么把这场给忘了 子卿啊 根据李大川和我的分析 不可能是放火 苏阿富欠了第三师工队二十万装皇款 公司一直通过合法途径向他讨要呢 这事我也跟你说过 扎铁柱是正准备起诉苏阿富的 你别说了 在事实没有澄清之前 任何的分析只能是分析 不具备任何法律意义 你懂吗 你现在请李大川赶紧离开我们家 他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一个检察长的家里是不合适的 很不合适你知道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叶子静 你别忘了 这不但是你叶检察长的家 还是一个破产领导小组组长的家 一个党委副书记的家 况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能不管不问吗 我黄国秀既有责任 也有这个义务 你说的对你说的全对 你有责任有义务 但是咱们家不是检察院 也不是你的矿物集团党委 你有工作最好到你的办公室去谈 黄国秀 我可是跟你有协议的 咱们绝对不能在家里 谈单位工作的事情 什么协议 自禁 我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喂 喂 黄书记 您是分管破产工作的党委书记 您是知道的 我对下边几个施工队 一直是要求比较严 尤其是扎铁柱那个施工队 那是优秀施工队啊 我敢把这样一支队伍交给他 那是因为我很了解他 我对他很放心哪 大川 我不敢放心哪 我 扎铁柱不会放火 其他人呢 现在经济纠纷这么严重 黄乘又破了蝉 就不敢说没有人一气之下 失去理智啊